悟空成为大神官 却杀了贝吉塔 就在这时 拳王带着拳王护卫出现在悟空面前 悟空感到一些担忧 因为两位拳王们的态度 显得比平常更加严肃 悟空开口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两位拳王们说道 悟空 我们觉得大神官的职位改变了你 悟空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 对于能够胜任这个职位来说 成熟是必要的改变 两位拳王们继续说道 我们不是在说这个 而是指你对他人的态度 比如卡利弗拉和贝吉塔 他们曾经都是你的好朋友 可你在消灭他们时 丝毫没有犹豫 悟空继续辩驳道 作为大神官 我不能有朋友 拳王听完彻底失望了 他们失望的开口 悟空 那就意味着对你来说 我们也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听到这话 悟空也不再说什么 他感到两位拳王们 正让他看到 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东西 于是悟空默默地说道 我明白了 这时老大神官来到悟空面前 悟空看着大神官轻哼一声 我猜你是来重新担任你的职位 大神官叹了口气 没错 尽管我不情愿 但这是拳王们的决定 我没有反对的权利 悟空闻言没有吭声 而是默默地召唤出他的神杖 递给大神官 之后 所有天使都被告知了 这个残酷的消息 悟空被解除了大神官的职位 一罗感到非常满意 他知道自己的计划 正在按照他的期望进行 悟空现在 已经不再是拳王们的 直接保护者了 不马这时也禀告一罗 我们所有的士兵都已经就位 等待您的命令 一罗再也安纳不住内心的兴奋 他欢呼起来 太棒了 几个小时后 我们将开始征服计划 一罗的恶魔战队 分散在12个宇宙的不同地点 每个人都等待着一罗的命令 来执行他们的计划 此时 悟空在七宇宙的某个地方 认真思考着自己 为何被解除了职位 想了一会 悟空不禁自言自语起来 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 我想知道 我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不过想了许久 悟空也没有头绪 于是他觉得 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应该继续他的生活 并继续训练 几个小时后 凯尔来到了六宇宙的沙拉大星 得益于一罗给予的恶魔力量 他仍然保持着传超形态 看到凯尔 卡利弗拉和加倍十分高兴 卡利弗拉庆幸自己的妹妹终于回来了 于是他急忙问凯尔这段时间 他都去了哪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凯尔看着他们说道 一切都好 只是需要你们靠近一点 听到这话 卡利弗拉有些纳闷 凯尔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看着眼前的凯尔 不知为何 卡利弗拉突然感觉有些害怕 可他觉得 凯尔不会害自己的 于是 他和加倍鼓起勇气 慢慢靠近凯尔 凯尔向他们摊开手掌 上面有一团恶魔能量 感受到这股能量 卡利弗拉连忙问这是什么 凯尔表示 这是送给他们的礼物 卡利弗拉和加倍半信半疑的接近能量球 可他们刚刚靠近 恶魔能量就钻入他们体内 顿时卡利弗拉和加倍 发出痛苦的嚎叫 经过几秒钟的痛苦后 他们被恶魔能量附身 凯尔给他们道歉 这样做 虽然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但这对他们来说 是最好的结果 下一秒 凯尔眼中发出奇怪的紫色光芒 他通知伊罗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继续执行征服计划 伊罗文言 立马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布马 我要你发出信号 计划全面展开 布马恭敬地回复 陛下 我会立即行动 说完之后 布马开始在电脑上工作 每个恶魔从不同的星球 发射出黑暗能量射向天空 各个宇宙的神明 感受到现实的波动 每个宇宙逐渐变成了 恶魔世界的一部分 巴朵斯立马认出了 这是伊罗的力量 象帕立即慌乱起来 他惊呼着不可能 随后他急忙 让巴朵斯赶紧通知拳王大人 就在这时 加倍与开尔和卡利弗拉 一起来到象帕的城堡 象帕见到他们 疑惑地问他们 来这里干什么 眼见象帕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巴朵斯立即警告他 象帕大人 这三个人身上 散发出恶魔能量 象帕虽然蠢笨 可他也是六宇宙的战神 他当即决定 如果他们效忠于伊罗 自己不会对他们 有丝毫留情 象帕用破坏能量 向这三个塞亚人攻去 但他们都没有受到影响 开尔忍不住骂道 你不愧是12个破坏神里最蠢的 连破坏能量 对恶魔能量 没有效果都不知道 这话把象帕气坏了 虽然自己弱 可自己也是六宇宙的破坏神 还轮不到他们几个小塞亚人 教训自己 象帕恶狠狠地表示 既然破坏能量没用 我就亲手杀了你们 说完 象帕大喊着冲向他们 下一秒 开尔和卡利弗拉 出现在象帕面前 三人开始陷入混战之中 象帕感受到了他们的强大力量 与他们的战斗非常艰难 虽然两人的力量 令人惊讶 但象帕愤怒地表示 我不可能输给你们 一旁的巴朵斯很意外 象帕大人居然开始认真战斗了 而开尔和卡利弗拉 正在制定计划 开尔告诉卡利弗拉 他负责对付象帕 说完之后 开尔来到巴朵斯面前 伟大的天使 我真正的目标是你 巴朵斯不懈地看着开尔 问他是认真的吗 开尔嘴里发出喉叫 释放出最大的气息 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庞大 恶魔能量在他周围流动 见到这幕 巴朵斯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样做对你身体的伤害极大 开尔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开尔却没有回答巴朵斯 而是直接冲向巴朵斯 试图用拳斗攻击他 但攻击被巴朵斯的神杖挡下 开尔不服气 开始全力攻击巴朵斯 但对巴朵斯来说还不够 与此同时 在所有的宇宙中 不同的神和天使们 都受到他们自己战士的攻击 这些战士被恶魔能量所控制 拳王宫殿里 大神官看到了一切 拳王大人 请您出手吧 十二个宇宙 正被恶魔世界所吞噬 按照这种速度 一切都将成为一罗的掌控之下 可现在就连拳王都慌了 他一直在防备着一罗 可没想到 还是被一罗得逞了 问题是 他无法想象 一罗是如何将十二个宇宙 转变成恶魔世界的 一罗这边 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不管怎样 现在我应该前往拳王宫殿 我想 他们现在一定在谈论我 等到一罗出现 两位拳王们纷纷怒斥他这样做 会给整个多元宇宙 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的 他是宇宙的罪人 一罗看着拳王 轻哼一声 小东西 我是来要回我的国王地位 拳王当即吩咐护卫 准备出手猎杀一罗 下一秒 护卫们向一罗发起了猛攻 但一罗只是简单一击 就将他们立刻击杀 见到这一幕 大神官当即挡在拳王面前 准备与一罗开战 可他也知道 就算是自己对上一罗 也没有胜算 一罗看着拳王和大神官 我警告你们 我的力量已经不同意我 说着 一罗摆出战斗姿势 在被囚禁期间 我在身体和心智上 都变得更强大 大神官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 接下来只有权力以赴了 一罗和大神官冲向彼此 两人拳头相碰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交替进攻 每位神明都能感受到 这场战斗的存在 悟空也察觉到了这场战斗 除此之外 他还察觉到了那种 将第七宇宙 转变为恶魔世界的力量 悟空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一罗的计划 是他故意设计 让自己变得骄傲自大 让拳王跟自己产生间隙 然后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 发动攻击 想通一切后 悟空使用瞬间一动 来到比鲁斯的星球 他发现比鲁斯已经昏迷 而维斯正在与布罗利战斗 悟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就连布罗利都被一罗控制 这怎么可能 布罗利有多强 他是知道的 对方居然能控制他 就在悟空惊恶的时候 布罗利一拳猛击维斯的脸部 将其击飞 悟空能感受到 布罗利身上散发出的恶魔能量 随后 布罗利扑向维斯 但悟空一脚踢开他 悟空抓紧询问维斯怎么样 维斯感谢悟空的帮助 并让悟空放心 虽然布罗利强大 可自己也不弱 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打败的 而另一边的布罗利站起身 像野兽一样咆哮 恶魔能量让他更加强大 悟空恶狠狠地咒骂着 我无法相信 他竟然这样做 一罗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的 悟空开始提升自己的气息 向布罗利发起攻击 两人拳头相撞 布罗利的拳头碎裂 骨头都断了 布罗利发出痛苦的呼喊 几乎无法动弹 悟空看着布罗利 虽然他跟布罗利交情不深 可他们终究是同一种族 悟空深深地叹口气 安息吧 我的朋友 说完之后 悟空用一记终极攻击 消灭了布罗利 然后 他去治疗维斯身上的伤势 维斯再次感谢悟空 这次感谢 不仅仅是感谢悟空帮助自己 而是感谢悟空帮助宇宙 虽然他 不再是大神官 但维斯知道 他还是决定参与其中 悟空微笑着说道 虽然我不再是大神官 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战斗 现在 我希望你治愈比鲁斯 然后我们一起阻止伊罗的计划 这时维斯给悟空解释道 据我所知 各个恶魔正在散布恶魔能量到 12个宇宙中 他们想要把每个宇宙 转变为恶魔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 我们应该想办法阻止这种一变 悟空却觉得这个 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伊罗的力量 他肯定没把12个宇宙放在眼里 他只是想让神明们忙碌起来 自己就可以趁机专心 对付全王了 于是悟空 请求维斯 在七宇宙中 清除每一个恶魔 维斯让悟空放心 这些交给自己吧 之后维斯 治愈了比鲁斯 并向他解释悟空的计划 来拯救这12个宇宙 悟空开始在每一个宇宙中旅行 努力保护众神的安全 这时 悟空到达了第六宇宙 卡利弗拉 已经被像帕击败 但破坏神像帕的状况也很差 而巴朵斯 仍在与开尔战斗 悟空出现 并用手接住了开尔的攻击 悟空严肃地说道 够了 开尔 如果你不想被我消灭 最好停下来 但开尔 似乎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反而更加愤怒了 可恶 我要杀了你 悟空退后几步 开尔使出全力攻击 悟空只是伸出一只手 就轻松地抵御了开尔的攻击 悟空继续劝说开尔 够了 开尔 你没有必要继续战斗了 开尔疯狂地叫喊着 我只想消灭 开尔的手臂上的静脉突起 他会具全身力量 发动一发气攻波 尽管力量增强 却无法与悟空的水平相提并论 悟空告诉他 如果你继续下去 你会牺牲所有的能量 并且会失去生命 但开尔并没有停下来 继续全力攻击 悟空开始纳闷 不可能 为什么开尔如此恨我 以至于不要性命 也要攻击我 难道我真的变得如此招人恨吗 只是目前的情况 不容悟空多想 他闪开开尔的攻击 然后闪现到他面前 用力打击他的肚子 这一拳让开尔瞬间无法动弹 跪倒在地上 开尔慢慢恢复原状 昏迷不醒 这时 巴朵斯也过来跟悟空道谢 不一会 开尔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巴朵斯站在自己面前 他嘴里还说着 要杀了悟空 可他的身上 却使不出一点力气 随后悟空要求巴朵斯 控制开尔三人 并治愈向怕 然后他们两人一起 清除宇宙中的恶魔 拳王宫殿里 大神官和伊罗他们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但伊罗展现出 比拳王还强大的实力 虽然两位拳王 都想帮忙消灭伊罗 但12个宇宙的削弱 使得他们失去力量 而伊罗则变得越来越强大 现在 伊罗即将击败大神官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悟空会去找伊罗吗 这12个宇宙会发生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 将在下一集揭晓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订阅评论和点赞 因为这会激励我 继续上传这个系列 没有其他要说的了 订阅野火动漫 我们下一集再见